今天是10月以后国庆七天长假 对这七天长假的我要去台湾了 那么今天正式里就是台湾的Brow 现在是周五的12点40分 我现在准备去香港机场了 嗨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半 我们已经安检完进来里面 所以我现在要即将等五个小时才能登机 因为我一直在想去国庆 也可能很多人吧 还是早点吃没有在保险 谁知道肥快的就已经倒了 因为可能听到B很重 因为我有很严重的感冒 然后我又吃了点药 所以就超级有点爆炸困的 然后现在台湾给我去买拉面了 因为我看到有胃签 我就很想吃 现在是6点40分 我们现在居然要吃第二顿 吃完就中午可以到北京了 哇 看这个人吃的 我吃的 嗨 我现在到台湾了 然后刚刚又排队拿起来什么的 现在已经11点半了 加上飞就有点延误嘛 就已经晚了 然后我的声音感觉越来越雅了 我现在就准备去住的地方 因为我们明天应该是最匆忙的一天 就是我们订的车就去九分花莲 明天早上是九点钟就要集合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就近远的 找个地方住下来 我们现在就要去住的地方 现在是12点20分 我的声音完全的痒掉 哎呦 现在应该睡觉 可是还没有睡觉 所以就痒掉了 后面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 那么明天再见吧 哈喽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我们在网上报了个一日团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集合的地方了 哈喽 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到了九分 我们下来cil了 还可以 不错 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九份差不多最高的地方了 開始了,有點肥肥的 現在是12點半,我們已經把九份關完了,然後也買了兩個掛飾 剛剛在車上睡了一個小時,現在到了宜蘭 因為我們去花點,總是會經過宜蘭吧 現在在宜蘭的一個不知道什麼什麼公園 我覺得台灣藍天白雲什麼的都有 這邊真的太舒服了 好,現在我又要出發了,我們現在要去清水斷崖 我覺得這個景點是最有興趣的,聽說非常的好看 今天這一天的行程呢,我就是在淘寶上訂的 結果剛好就能從台北到花蓮 今天好像就直接在花蓮住 這是早期的道路,這單行道 其實在我們的左邊已經有打一條新的隧道了 當我們靠近花蓮的時候,有些隧道還有當時人工開花的痕跡 這個還算是比較,有比較後期有沒有 有水泥啊,修得好好的 我現在已經到清水斷崖這邊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五點半已經沒有太陽了 所以拍出來就不是很好看 哇,這個風浪好大好大,而且有點小嫩 現在是晚上的七點鐘 我們現在終於要出發了 夜市去吃東西,有點餓 So'd like 乾杯 橘子 好 味噌 Chr中 現在是9點鐘我們到這家燕香點師 很好 又關門了 今天來 去買些東西就回去酒店休息吧 現在是9點45分 我們已經回到酒店休息了 那我們明天再見 Hello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台灣旅行的第3天 現在是早上8點半 又是早起一天了 今天我們要去玩飛行山 其實開始說是我們要玩海邊那種 下面是大海那種飛行山 但是因為最近有颱風來了 所以就取消了 就只能變成那種在山線飛的 然後原本下午我們預見是出海閃機 但是也因為颱風緣故就取消了 對 有點可惜吧 現在是11點半 但時間也算是太大了 所以我們現在還無法飛行 我們現在就在這地方等著 等著 在這地方等著 在這地方等著 你去玩 然後你去玩 待會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直站好啊 行跑知道嗎 不管怎麼樣一直往行跑 然後就說停才可以停 準備了 一二三 走 好 跑跑 跑跑 跑跑跑 刚刚飞我下来了 因为今天风超级大的 所以就等了很久来飞到 在上面的时候会觉得好害怕 有时候会有一些失重感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体验来的 來花蓮還是可以玩一下這個東西 他們等下回去會坐後面這台 Hello Kitty的胖胖車回去花蓮市 我們又來到這一家 昨晚沒有開門的夜象展示 蛤 休息中 休息中4點一開始 夜 我問一下 什麼 什麼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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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4點 好 太陸 偏離 好 過 5點 好 我們現在終於吃完午飯 現在其實已經是下午三點半 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晚上的六點半 我們剛才睡了一個午覺 對 然後現在要出去吃晚餐了 我們現在要去吃什麼 口福牛肉麵 我們要去吃口福牛肉麵 吃完肉麵 不來吃點燒肉 然後如果還不飽動 我們要去夜市排隊買東西 那就好 今天第二杯蘋果牛奶 好的 我們接下來第三次 來到這一家 夜香便宜食 距離我們住的地方非常近 但是每次來都吃不到 它就有很多肉的餘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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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九點半 我们准备又去吃那一家包心粉园 然后吃完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这家吗 现在我们吃完了是十点半 其实刚才早就吃完了 刚才和我们聘众有一对妇女 她们就非常热情的 给我介绍台湾给我介绍他们的大冒险 对他们的大冒险 对然后就聊了很久很久 聊八小时 现在就准备回去了 刚刚的全家书票了 明天就要坐台铁去台北 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10月4号来台湾晚的第四天 我们今天要离开花莲出发往台北 我们的台铁是11点10分 现在是十点半 我们到了我们Airbnb的平宿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进来是门口 门口进来这边就是卫生间 然后一直往里面走 里面走里面走 并且这个位置还有个洗手台冰箱里的 是个小厨房的感觉吧 我觉得还不错 空间挺大的 有个小小客厅 可以把我们洗所有的打开 放在这边还不错 那么它这个位置呢 是位于西门町附近 但是不是西门町最中央的地方 但是有安静反正的环境 现在我们要去吃东西呢 我们不怕能没有吃 超级饿的 我们决定要去吃那个 我很喜欢看的一个香港的 影片是Benson 他经常说的一家 在新门町里面 是陈慧珍 经常看的视频都有说这两件 所以我现在想去试一下 我们现在吃完了 刚刚叠的东西可能稍微有点多了 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滚肉饭 我觉得它比我们前几天吃的 在花莲吃的多好吃 因为它吃非常多 基本上每一粒米上面都有包着吃 但是因为可能是那些滚味 滚太久了 就有点偏咸一点 但是整起来就还可以 我们现在要出发往美术馆 然后你们看到我们看来介绍 这些衣服其实是昨天在花莲买的 因为来到台北之后有点下雨 就突然变冷了 就没有衣服穿 但是就只能把昨天买的衣服穿上 就是昨天在NG去买的一件 卫衣服好袖 你好 简单挂了一下把二楼三楼都挂完了 哎接受衣服的寻衝 其实会有点困困的 现在是四点半 家外面的天气有点爱爱黑黑的香味的 这感觉更加困困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不知道 嗨 我们现在来到西门第一 西门红楼的对面的口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边是比较繁华的 嗯 我觉得今天傻的美感 但是又很困很困 我们今天就逛一下先吧 在前面 还要看 你吃到也是 是 满满 超软 你们在掀赶嘞 还不太 es 上去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 现在是八点钟 我觉得我们这几天吃 好像一点不规律 就想吃又吃 累了就回去躺一下 我们现在要去吃 很苦拉面 刚好回去换个眼镜 不想再戴眼镜了 可能是因为今天 今天是工作日加上外面有点下雨 所以新闻地人非常非常的少 红红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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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是让我搞笑 好 吃完了 我觉得味道的话还可以 如果说一来有十分的话 才有九分吧 就还不错 换一下我们现在决定来吃冰 晚上一起吃 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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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口吃下去 還是夠甜的 這個小瓜是好吃的 今天是我們來台灣旅行的第五天 我們今天要去台中移日遊 那我們就台中見囉 我們到了台中啦 好我們到了台中的地站 春水湯就是世界珍珠奶茶的發源地啊 那麼喜歡喝珍珠奶茶要來這邊試一下 現在是下午的一點都沒想到還是要 霜霜等一下會 可是它是挺多的 我現在有點渴望 因為我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它這個就是珍珠奶茶全世界首發 反正是首臭的 就很期待 就很期待 吃龍蝦啊 吃龍蝦啊 有滴滴很大茶味 你吃到很高 很大茶味 吃一下 喝不吃 喝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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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喝 這幾點有普通 有一幾點辣辣 又有酸甜排和的味道 喝几次就一满满 真的懂比较的味道 吃好喝足 我们现在要走路去公园野科 它虽然经常像我们的医院 但其实还是卖凤米书 卖雪糕的地方 我们现在走路过去 可能应该是15分钟左右 你要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吗 好啊 我觉得台中和台北有很大的区别 台中还是认识的稍不断路上 每个人都很舒服 还挺舒服的 安安静静的 彻夜少一点 我们现在来到那个公园野科的一个卖冰淇淋的店 但是如果有时候要外带的话 就可以在面边带 但是虫米要在内肉的话 不是在你这个大肚肉吃的话 就在这家店 装中风格挺特别的 然后看到东西就很入货 就很好吃啊 这个虫米很好吃的 软软脆脆 然后从前来蒸蛋就跟上一种蒸蛋的感觉 舒服的感觉 就会滚开 对 我没有吃吗 我发生了 我们开始做消失的 但我让你也做了 就是因为我需要 能够出带 我什么时候 我又个小笔 我 刚才超级舒服的在桥皮上坐了有大半个小时 现在我们要去我们台中以日游的第四站 高美石地 听说这也是最出名的一个地方了 我们刚刚坐公交 现在到了高美石地这边 但是应该还会走很久才到里面 人很多 大家都是去湿地的 超级美的 不要有风车 我们得赶紧回去 如果需要长过来我们得赶紧走了 如果说要来高美石地的话 一定要记得要带湿纸巾 因为你上来之后你的脚会非常多泥土 你这样用湿纸巾还要用水去冲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很脏 我们现在要去冯甲夜市 应该会超级无多人的 超级香 也可能是因为我饿了 Rug ideas 美itations 很多人都是地人 我买鱼 我买儿撒 国权 买了 烜烜 这里面最多人 Street 本 notifications 很工厅 冷水 Vivometer 这个喝起来的鹿角像 或是跟我们前天 昨天喝的那个老葡萄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珍珠会稍微有点点点的感觉 比较软 但是还可以 同样的话冰还是有点太多 小心 麻烦吐出来 我 我可以咬嘴 我可以咬嘴 这正常的炸鸡的味道 我没有要辣 炸的海面那种它都不会给我们的 它只会给我们肉的肉 喝了几次的西瓜 只是就是西瓜牛仔 很奇怪 刚开始很大的西瓜味 后面就有很大的奶味 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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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8点 15分 我们是9点的高铁区回台北 那么台中 贝贝 一日游结束了 那我们台北见 原来台中有两个 火车站应该是火车站 因为高铁站 我们原本是要去高铁 但是我们去到的火车站 是不是很难 又错了 但是遇到很好的台湾的人 然后他现在带我们做区间车 然后再转到高铁站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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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哈喽 现在是10点40分 我们就真的回到台北了 我觉得今天没有很累 我还以为我们一天来回台中会非常累 还好 反而在台北玩的话会更加累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准备回去做的地方休息了 要 对 可能还要去买一点点吃的 不知道 先回去吧 今天回新移动 一万八千零四十五步 哈喽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钟 这是我们来台湾的第六天 也可以说是最后一天差不多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下午两点钟才出门呢 可能是因为我在房间里面磨上了好久 所以就有没有要出门了 然后这样我们要去吃午饭了 不错 因为那层卡实在是太多饭 掉了 所以我该顺便到后面 买一个新的那层卡 好 然后山山剪剪 这个饿 我要鲜奶茶中杯 加珍珠粉圆 我们来吃这家什么西门 什么鱼肉饭 它面这家牛肉面的 我想吃这两家吧 两家这么多 快速吃了后面这一个鱼肉饭 也是很多人排队的 不好吃 很普通 就是味道也不够 就是很淡 还不够成为真好吃 但没关系 我们继续来吃 旁边这家 很多人排这个鱼肉面 大下午的我们去排队排到我们了 而且幸好少来一点点 因为它现在已经不可以进来吃了 然后等到晚餐5点才再进来 这一家我看一下 这一家就大洞点评到这个台北牛肉面的第一 看一家路上好不好吃 我们吃完这家 吃完这家 就是我怎么排队的牛肉面 你说好不好吃呢 它的确是比其他的牛肉饭 牛肉饭 好吃的 我们的面条画面呢 会比别的一些牛肉饭的面条 我喜欢很多 我觉得我喜欢这软面条 就是我喜欢的 然后 这碗面我忘记说了 这个价格 快要人们就100块钱 不是挺贵的 但是它牛肉是真的很有分量 超级大块 然后所有的牛肉 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去故宫 好 那么故宫再见吧 我们到故宫了 我们是从西门町直接打车过来的 因为它没有捷运直接到嘛 还说到那个士宁站那个捷运 然后下车还要转公交 我们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我们就 直接打车过来 打车过来挺贵的 340台币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 然后故宫的话 进去门票 75人民币吧 我们在大东西点坪上买的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 今天是周末 今天故宫会延长 开放到晚上9点钟 今天是周日 故宫超多人的 我们这里才是入口 还没有进去 就是超多人的 进去故宫的时候 是不可以背双肩包的 像这种双肩包 都得寄存到这个 也不是专门寄存的地方 但是像我这种小背包 就斜化的就可以背进去 并且水也是不可以带进去的 我们现在一起反正去存好 然后再进 现在是五点半 我们逛了有两个小时了 然后从这里面出来了 但其实这边好像很大 有好几个馆 比如说那边还有个馆 我们也没有来得及去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要来故宫的话 一定一定要穿外套 因为面部条非常的大 我即使穿一条床裙 然后有个外套 我也还觉得有点小忍的 然后故宫的好大 如果你要认真逛的话 可能要逛个四个小时能逛吗 当然我们只逛一个馆 这个馆都有三层 我们都逛了两个小时了 对 好 那么现在可能要去吃晚餐 我们晚餐想的是要吃伊兰拉面 但是肯定爆多人 所以我们考虑一下吧 或者去101去逛一下先 也还没有想好 我们现在是快七点钟 我们最近到了台北101 上面 我们现在可能想先去伊兰排队 因为很多人吧 先去排队 然后再坐当山好了 我们刚才去吧 两家伊兰都排好了 其中一家是要等一个饭场 另一家是等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决定就先去吃点别的 然后等一下可以做点宵夜 去吃这个伊兰 我已经吃完干的汤咖喱了 然后现在走一下 逛一下 可能就差不多可以去伊兰 就可以又开始吃了 我们又来到伊兰了 看一下 好像前面还有90多位才到我们 现在已经9点了 看是我们前面两个人给我们去 好 好 对 从我们拿好到现在坐下来 花了 两个半小时 好可怕 台湾的伊兰也太多人了吧 好可怕 好可怕 好感谢 哈喽 现在是11月7号 今天我们要回深圳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台北的空晚机场的一个捷运 在这边很方便 如果说你要坐这个捷运的话 有路直达车和普通车 直达车就很快就两三个站直接到机场了 然后普通车的话就稍微9.65的时间 然后车费呢是150 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现在就下午的4点钟 我们回到了台湾这7天 我们就结束了 那么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